新冠肺炎染疫情況處於高峰期 尤其中和區部分確診人數居高不下 會保護基層遠景執行安全 在新北市長侯友宜及警察局長黃宗恩爭取下 爭取到疫苗供第一線警察通人施打 中和警分局行政組長林啟發表示 有超過9成的遠景有施打意願 目前已完成近7成的接種 我們目前總體有意願施打率 大概是90.4% 那扣除掉這一些自主管理不能施打的人 是98.4% 那我們前分局目前施打率是68.2% 中和警分局表示已於5月底完成造冊及施打 在扣除接觸染疫人員之外 已有近400人完成他們第一劑的施打 也表示會盡速完成所有第一線人員接種 減少警員染疫的情況發生 為基層員警做好保護 也為他們加油打氣 請大家一起加油 守護著我們中和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市府強調這次爭取到的疫苗數量 絕對足夠讓所有第一線的人員做施打 接種疫苗之後才能降低染疫的風險 保障自身的安全 記者見明山綜合報導 靠近eden 殘缺 利率 出現 neuen ных ITH